欢迎再度回到节目现场听海音说故事 很多人都吃过台南的小吃棺材板 而说起棺材板 它起源于台南康乐市场中的一家老店 如今呢 这个老店已经走入了第76个年头 并且交由第二代跟第三代联手经营 十年前市场因为地下工程兴建 人潮不在 不过这一家最道地的古早味棺材板 依旧吸引了很多观光客 还有好多从国外返乡的游子们 也不忘旧地重游 要尝一尝记忆中的好滋味 是谁说一个厨房容不下两个女人 一个快炒一个油炸 接客人点单整整两个钟头 没听见他们嚼头接耳 不过锅产销出来的默契 倒是一唱一搭节奏感极足 来 请坐 她是这家店的二代老板娘 今年72岁的少游女 旁边这位则是媳妇 蓝森佩 我做人家一直做一做 开工就是这样啊 怎么做啊 我两个做人家都 这不是这样啊 沉默四心啊 四口炉灶四只锅子 全塞在一瓶大的小厨房 还真够拥挤 令人好奇他们做的又是什么美味料理 看到这里眼尖的涛客大概已经猜到了 这天下第一板指的就是棺材板 有没有看到啊 下去就起泡泡的 将吐司外衣炸得金黄酥脆 起锅后切开其中一面表皮 毫不迟疑接下来倒入一大匙浓汤馅料 让满满花枝鸡肉三色豆层层附在上头 就很不一样了 这边就是跟外面的不太一样 这种外面好像比较没办法做 不知道为什么 所以就一定要来这边吃小饭 是看网路台南搜寻台南的美食 就知道它是原始老店 背包客说的原始老店 今年正式迈入76年 它是全台最老的棺材板店 更是棺材板的出生地 只是早期它的名字其实是 是叫鸡肝板 为什么 因为它里面是放鸡肝 鸡肝跟虾仁跟那个三色豆 因为鸡肝那一段时间 鸡肝比较有营养嘛 也就是营养比较好啊 又比较香 上等的食材 对 知道棺材板的由来吗 不知道 但是知道这家店好吃 对 尽管对棺材板三个自意知半解 但一吃就上瘾的好滋味 吸引得当然不止观光客 就是从小就我们就常常吃 然后因为在国外已经有三十几年了 那回来 回来就想说再来尝鲜一下这样子 回味一下这样子 这家店那时候是只有炒鲜鱼面这样而已 鱼面这样而已 虾米啊原来棺材板还不是最老的 一开始他就卖豆腐根跟鲜鱼意面 就是卖这两样 来 插大一些的意面 好啊 干炒的鲜鱼意面选用的是肉质鲜嫩的鲜鱼 放进锅内大火快炒 要把鲜鱼炒到焦香金黄 腥味醇无 再加入勾芡的调味料 太白粉和醋 最后淋在自制面条上又是一道滑嫩骨道味 有客人说他女儿都要出门的意面 台北来的 都要回去都要买两三个带回去 因为早期的沙卡里巴 也就是康乐市场当年 人潮可是络绎不绝 只是1990年一场大火 插电就让棺材板老店吹锡灯号 全部都烧光光 什么都没有 其实那个时候我就不想做了 那后来怎么又继续做下来的 大火之后 我婆婆说没有关系再做 她就给我说再做了 这个根是她打的 我们如果没有再给她继续下去 好像对不起她 大火没烧得掉老店的根 却仍旧得面临海岸路低下街工程 带来的唏嘘空景 因为海岸路拆掉的时候 差不多拆十年嘛 十年都没有客人来啊 那个都是新鲜的货 像虾子什么海产都是新鲜的 没有客人你怎么卖 于是简化菜单保留最精髓的 一个人就要这样四个锅子这样 他就习惯了 比如说很多客人 比如说那种东西缺了还没来 那你不要让客人腾太久 你就可以先 那个时候你就可以先炒 散衣面这样 对 随时间推移 传统味没变 但76年老店 小厨房里还能不能出现 三代媳妇同艳上菜秀呢 我跟我先生有一个理念就是说 比如说有那个小朋友 有小朋友来跟我们做 然后他就跟着我们这样做 他做久就像我这样通通会做 因为那时候自然就会分享给他们 希望圣子就是这样 希望也是这样子吧 远远方能流长 就是希望正宗棺材版的故事 永远没有ending